教官退出校园被视为是去威权化转型争议的一环 但在过去的教育体制之下 教官确实承担了很多学校的相关业务 因应高中职教官陆续退出校园 教育部改为培训学务创新人员 来取代教官在学校发挥的职能 这乍听之下好像挺正常的 但最近爆发的一连串事情 却让人开始重新思考 这些培育的学创人员是真的准备好了吗 首先我们先来讲讲中华民国教官的历史 相信学校的教官应该是我们大多数的人 求学生涯之中的一块记忆拼图吧 但你有想过为什么学校会有教官吗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 各国开始意识到全民国防的重要性 1912年时教育总长蔡元培认为 当时强龄交逼疾途自卫 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四难恢复 所以提出了军国民教育 希望培育全体国民都具备军事方面的知识跟技能 发挥自卫能力 抵御外来的侵略 以达中国之独立自由 并把它列为教育中子之一 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成功以后 大学院跟军事委员会一起公布了 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育方案 从此以后教官就出现在 各位的高中大学生涯中了 不过在二战结束以后 中国共产党发动一波波学潮 让学校成为批斗的舞台 中华民国建立的教官制度 也渐渐在中国瓦解 随着国民政府撤退来台 国民党担心学生会跟过去一样 被共产党给渗透 于是在1951年 重新在台湾实施军训教育 想要借着这个机会控制学生 而隶属于教育部的教官 除了要负责全国高中 大学的军事教育以外 还承担起了培养学生品性 思想教育 甚至还有推展党务的工作 在当时的时空背顶之下 教官就是国民政府在学校的眼线 也是威权体制在学校的象征 当然一切在解研以后 开始有了转变 业务内容开始变成全民国防教育 学校安全维护 学生生活辅导 还有暂时的青年动员等等 除了这些 教官还会在学生发生意外的时候 第一个感到事故现场的人 真的是帮了很多老师大忙呢 不过又为什么会让立法院 决定要把教官请离校园呢 最主要的论点是 因为教官的各项业务 其实可以分别由各项专业的师资职员来接手 加上一个教官的薪水 其实可以聘请1.5位专业人员 大学方面则是由学校自己决定 到底要不要设置教官 不过在政治大学发生了 教官撕毁学生228传单的事件以后 让学生开始思考 过去的政策是不是需要改变了 也呼吁学校一起正视这个问题 让学术可以自由 在大法官市制第450号里面有提到 基于宪法保障的讲学自由 大专院校可以自行决定要不要教官 但当时的大学法理却强制各大专院校 必须设置军训室 等于干涉了学校的自主权 所以被判定违宪 这让教官退出校园有了法源依据 也因此很顺理成章地推行了下去 不过大家最担心的是 教官退出了校园以后 这些业务到底该由谁负责呢 毕竟教官的很多业务 说穿了 其实就是一般老师最不想做的工作 所以教育部设立了国防教育专科教师 来承接全民国防教育的职能 而学生生活辅导以及校园安全维护 则设立了学务创新人员来执行业务 不过近期台北市中山旅中的学生 向学生团体投诉 具体指控学创人员 有非常多骚扰人的言行 包括要求学生不要穿紧身裤 因为校内有男老师 晚自习到厕所敲门 因为学生上厕所上太久 中午休息的时间还没到 就吹哨要求学生回教室 回拨电话给家长问 你是不是学生冒名来请假 向学校反映的结果 得到的回应居然是 学创人员很辛苦 校方不想为难他们 而2018年台北市建国中学 也发生学创人员 每天早上中午都在校内外 抓服依违规 不但比教官更严格 还直接到早餐店赶学生去上学 甚至直接对违规者开爱校服务单 引发建宗学生的不满 学生质疑学创人员无权执法 并发起无限期反对建宗 子备兴校安连署抗议 因为教官过去被视同教职人员 但往后校安学府等创新人员 因为不具有教职员的身份 依法是没有办法对学生做出奖程的 校安人员并非是教职 如果对学生做出奖程 在法律上是没有根据的 当然你可以说上述的行为可能是个人导致的 但是根据各个学校公布的学创人员招生简章 征选标准似乎不怎么严格 我们就来看一下资格吧 一具备教育部学务包括校安储备人员 培训合格证书者 二具备学务相关工作今年一年以上者 三大学以上毕业者 相较于过去教官的领选标准而言 这根本是大炮跟弓箭的差别 教官除了比试通过以外 还需要经由国防部与教育部跨部会的 军训教官领选小组严格审核 比如说想要转任教官的人 必须军官议期满八年以上 或是最近三年考基基等平均列为夹登以上 虽然目前学校改聘 1600名学务创新人员来取代教官的空缺 这之中大概有900人 是由军训教官退役后转任的 但阿牛哥在意的是 这剩下的700位学创人员 真的能够顺利承接这些业务吗 因为根据教育部111年 学校学务含教案储备人员培训实施计划 这里面写到 只要受训满70个小时 而且体能学科数科测验合格达标以后 就可以取得证照了 但如果我们拿其他证照的例子来说 政府的采购专业人员 就要至少120个小时的培训了 居服员也至少需要90个小时来训练 但我相信 维护校园安全 学生生活的辅导专业程度 一定不比我前面所提到的这两个例子 还要轻松 更不用说以前的教官 在转任之前 还需要修满24个学分 大概是400个小时的辅导课程了 也许有人会说 我拿课程训练的时间 来评断一个职业的专业度 这好像有点太武断了 但实际上 我们也无法从其他标准来判断 这个职业真的有专业吗 啊你说现在很多 教育部的理想认为 受完70小时的校安人员培训 就能有效的投入校园 执行校园安全的工作 却忽略了学创人员 在本职及适用法规上 跟教官是有差别的 而且该怎么规范 还要激励未来的学创人员 让他做到跟教官相同的全时服务 还有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 其实平心而论 教官的loading真的是挺重的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 学创人员应该是没有办法 有效成为学校的助力者 更别说要取代教官了 在学校现场中 学创人员还很容易变成 只能处理校园安全行政工作的人员 譬如校安通报撰报 防止霸凌因应会议记录及公文上程 防止药物滥用表格资料填送 筛检试剂领取等等 但在深入掌握学生状况 家长沟通 警方协调合作 以及整体事件全面掌握 处理能力的面向上 却无法有过多的着力 特别是当有霸凌 性贫或是药物滥用等 较为重大的校云安全事件时 这些事件通常都需要花费 比较长的时间来处理 短则三个月 长的甚至需要一年以上 同时也必须具备有一定的熟悉度 敏感度及细腻度 才不会在处理过程当中 再延伸出额外的问题 因此就需要花费相当的心力 而学创人员在这时候 就更容易凸显出 专业不足的现象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 学创人员因为适用劳基法 所以过去有很多军人身份 可以受限的部分 学创人员却不适用 譬如说加班轮班等制度 教育部同时兼具 这类人员领选的主管机关 以及学校教育主管机关 应该协助学校单位 制定明确的人员禁用 选讯 工作执掌以及考核标准 讲承方法 让各个用人单位有所依据 工作内容也需要有具体的规范方向 让学校跟学创人员之间 不会产生认知落差 进而造成工作执行上的困扰 不论如何在不久的将来 教官势必会从校园中全面退场 这不仅只是一个政策的执行 更是整个学生失误 还有校园安全工作的转捩点 事情不会因为教官的退出而跟着减少 只会替留下来的人带来更大的负担 因此在全面转型的初期 我们更应该要谨慎看待 以及及早做出准备 做出及时的衔接 避免造成教职人员的压力 或让校园安全防护网出现漏洞 教官退出校园以后 一定会对高中职原有的组织生态 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 但如何将这个过渡期缩到最短 把影响减到最小 让无论是教职员或是学生 都能够顺利适应未来没有教官的校园 这个部分就要多用点心了 好了 教官的故事就说到这了 虽然教官退出校园已经势在必行了 但你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可以维护校园的安全呢 又或者是说说看 你们学校的学创人员 你有什么专业需要调整的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 我的学习笔记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